终于明白谭剑刺为啥这么会掉粉了 真的很难不被他的这些小动静硬控 就在谭剑刺 南京演唱会中场休息的空隙 谭剑刺却逐渐沉迷在小炭火的一生生老公中 明明上一秒还是略带娇羞的表情 下一秒就是叫吧我爱听 果然谭剑刺你是懂得怎么拿捏小炭火的 然而更为乍丽的就是谭剑刺 在接下来演唱三分钟需要你的期间 谭剑刺原本还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原地 结果下一秒就直接趴在了舞台上 和前面的小炭火梦幻联洞上了 以至于后来还有不少歌迷都说 不管谭剑刺是老公还是爱人 能拥有一个就不错了 也难怪在演唱会临近期尾 谭剑刺在唱唱着舞时 谭剑刺仅仅是有一个扯领带的小花招 就已经把小炭火里的活骨首射 更为震惊的则事 穿白衣衣这个行为 还是小时候我们推荐的 好家伙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希拉的含金量还在飙升 今年在我们的歌最后一轮的排位赛上 希拉在用纳英冲篇神作来拉近她歌迷的距离后 希拉才彻底开启了她和少林姐的厮杀 而在接下来正式公演的当天 江苏卫视都恨不得告诉所有人 就算没有芒果她的音响 希拉照样封神 要知道当初希拉在受邀参加 《我是歌手》的期间 希拉不仅创下了歌手舞台上 长达两人的记录 更是险些将邓子琪给拉下神坛 而在邓子琪靠暴默沙唇歌手舞台 和周比畅一荡起歌的同时 同样是新生代的希拉起将问世 周比畅在身体抱恙的情绪下滑落至地心 反而希拉却是为了能和歌迷拉近距离 选择并翻唱了关折的《想你的夜》 珍惜将邓子琪给挤出前三名的位置